在俄罗斯刚刚结束了一个很重要的论坛 这个叫做《军队2023国际军事技术论坛》 它在俄罗斯科举行 8月14日至20日 其实就是大前日刚刚结束了 我们先看看内容 这个究竟是什么呢? 《军队2023国际军事技术论坛》 2023即是有2022 其实去年也有的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俄罗斯举办的一个论坛 就是邀请很多国家 特别是友好的国家 去展示他们的军工的设备 即是军事设备 看看这些数据 原来真的相当之厉害 这个论坛相当之受欢迎 那你们在想一下 其实俄罗斯现在在俄汇战事 应该也是很忙的 但是忙得来 它依然可以在莫斯科 搞到这个国际军事技术论坛 没问题 其他国家的人 国防部的人 或者国军工的企业 或者组织的人 依然可以去参加 你看到到访论坛人数高达 109万3285人 所展出的武器装备 28000件 签了的合同 即有20个国家合同的金额 一共是43亿 不过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金额 是不是美金呢 我估计是美金 参加论坛应该有1500个国家 和国外的企业组织 当中是来自83个国家 即83个国家 1500个企业组织 另外有83个外国公司等等 你一定要看这些数字 已经知道原来这个军事 2023国际军事技术论坛 是不简单的 是受到很多国家的重视 国防部的重视 也受到很多国家的 军工企业和组织重视 今年参加的外国公司 的数量是超过去年的一倍 而参加的国家 其中有几个国家 展览出自己的武器 分别是白俄罗斯 越南 印度 伊朗 巴基斯坦 最重要的是中国 28000件武器装备 其中中国的军工部门 受到最大的注目 而中国的国防部长 李尚福 事隔四个月之后 也再度借着这次论坛 访问俄罗斯 很明显 中国和俄罗斯将会 极大机会 在军工方面 或者军事技术方面 加强合作 我们去看看这些展品 就知道了 中国展出一些展品 是相当重要的 而这些展品 基本上 正正就是俄罗斯所需要的展品 应该是军事的设施 一些设备 俄罗斯是很需要的 例如有这个071的登陆栏 另外还有一些 比如运20的运输机 当然是模型 另外还有FC31的战斗机 中国没有展出 殲20的最先进的战机 但是有FC31战斗机 如果中国会卖给俄罗斯的战斗机 就是比较像一级的FC31 还有VT5坦克 这些都是中国展露出来的 是对俄罗斯使用的 所以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伊古 也特意去中国的摊位 特别留意中国展出什么展品 其中邵伊古国防部长 对中国的一个展品 相当有兴趣 这是什么呢? 就是易隆二无人机 那就是 你看看 其实无人机 你不要看它的模型很小 它在户外的展览场地 它展出一些中国的无人机 原来很大 你看看 你想想一个人走到迈去 其实这个所谓的无人机 你看到肯定是无人机 所以可以说 其实这些无人机 难怪可以被派上去战场 因为这么大的无人机 它真的可以带一些 比较重型的装备 或者是飞弹去射 比如发射 或者 或者 无人机本身 就是一个自杀式的无人机 那就是它带着一些弹药 撞向一些目标 那我相信 我相信 譬如中国这一只这么大的无人机 它就应该不是自杀式的 它应该就是真的飞去作战 然后 可以是遥控 然后发射飞弹 发射武器 然后就可以回收 可以接回 那我想有些小的 那些无人机 应该就可以 那些无人机 就作为自杀式无人机 那比如这一只 除了可能发射之外 也可能有另一个功能 可能是偵察 先偵察 就是口攻击 所以 是有多元化的作用 那中国在无人机的发展 大家知道 最出名的公司是大疆 那现在中国无人机 市占率 全世界无人机 是说的是七八成 都是中国生产 而且技术相当高端的 那另外有些国家 其实无人机的发展都不错的 当然美国 另外美国支持的以色列 甚至乎原来土耳其 它的无人机技术都不错的 不过呢 问题就是说 这几个国家 就应该就不会 卖无人机给俄罗斯的了 所以最有机会 卖无人机给俄罗斯 就是中国 那所以今次 这个军事论坛 突然出现了重要性 那另外呢 就在这个论坛当中 也是被发觉到 中国和白俄罗斯 曾经举行过会谈 也都呢 是将会 双方很明显 是会加强军事上的联系 那而白俄罗斯的军工呢 刚才安泰尼也提过 白俄罗斯的重要性 那如果白俄罗斯加强和中国合作呢 其实就等于什么呢 白俄罗斯的版本 这个角色就是俄罗斯军工的零件供应商 或者是设备供应商 那就是说呢 中国卖给白俄罗斯 或者中国卖给俄罗斯 其实呢 分别都不大的 基本上呢 两个国家呢 即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呢 基本上呢 都是会在军事上合作的 部署 那所以呢 就是跟大家说了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 是军事论坛呢 相信呢 这个是为中俄 中白 这个是合作呢 军事上合作 或者卖这个武器 或者军事设备 给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铺了一条很 很正常的路 那相信呢 双方会继续加入合作了 好了 那再说完 很快就说完最后的题目了 那就是呢 刚才 陆社长提到 南非被这个国家有走出来了 就是说 我不会在这个大国竞争 靠边杂 他会在金村 国家 即是他会加入金村国家 这种组织 为人民谋福祉 为国家争取很多的利益 那昨天我说过了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 想加入金村呢 金村国家呢 那其实就三样东西而已 第一 金村国家第一次会议是什么时候 2009年 那2008年之前那年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美国的金融风暴 美国的金融海啸呢 就被很多国家看到呢 就是他不可以再依赖美元 单单依赖美元 不可以再被美国的美元霸权 这么大影响 因为美国一旦 金融海啸呢 原来是可以影响全世界 所以这个呢 就他们会开始想 就是说 金村国家不如我们自己 整个联盟 我们有自己的外汇储备 我们有自己的货币 啊 我们要和美元 开始要想想要怎么隔离 或者不是完全隔离的 或者是分散的风险 外汇储备不一定要全部美元的嘛 可能有其他我们金村五国之间的货币 都可以做商户的储备 是吧 就是2008金融海啸 就令到这些国家就反思了 究竟是不是再要依赖美元呢 那第二个原因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 金村国家是 现在五个啊 现在是有几十个 在排队想加入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金村五国是已经成立了 叫做 类似国家发展银行啊 或者是世界银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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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这样的组织 那这个 金村五国成立了这样的 发展银行呢 就可以帮助成员国呢 是籌钱啊 借钱啊 是发展基建 这个很重要 就是不需要再依赖啊 世界银行啊 这些美国为首的组织 那第三呢 就是说 阿富汗 美军在阿富汗20年啦 接着就撤走啦 接着就偷了阿富汗70亿美金啦 那接着呢 啊 啊 美国就要求是 很多国家继续买它的国债啦 啊 好了 那有什么启示呢 很多国家有什么启示呢 还有就是 美国是在阿富汗70亿发生之后呢 就扣押了 就是俄罗斯的三千亿的美国国债啦 就是这个是 就是它不认数啦 那又被其他国家有什么启示呢 就是说呢 又更加呢 是想一想 又再想一想 怎样要跟美国隔离 多少都要开始隔离 就是不可以太过买它太多债券 啊 正正呢 就是要 国家要本身 很多国家觉得自己要成立回自己 的 就是 国外汇储备方面 就是俗所说啦 自己的 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方面 可不可以用回本币去交易呢 可不可以用人民币呢 可不可以用劳报呢 劳比呢 就是 开始国家就在想 就是 无论是美元 或者美国国债呢 我们都不可以 或者美元作为储备呢 都不可以这么依赖 那就是大致上是三个 三大原因呢 就令到这么多国家呢 这么想加入金珠五国 好了 那么今天再想说多个国家 就是一个国家 其实很聪明的 一早已经表态了 一早已经是觉得 美元霸权啊 美国的科技霸权啊 美国的霸权主义啊 西方以前的殖民地啊 其实这些这样的思想啊 这些霸权啊 完全是不可以再接受的了 那么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呢 其实一早已经表态了 就是支持一个重新 重新要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那就是 这位就是 蔡尔维亚总统 武士奇 那他日前呢 就接受美国的霍士新闻 前主持人 塔克卡尔森 因为啊 塔克卡尔森 现在就不再在霍士新闻 做主播了 那么他自己呢 就在这个Twitter那里呢 就整天都发表一些访问 发表一些言论 继续是影响的 影响很大的 那么他最近就访问了 蔡尔维亚总统的武士奇了 那武士奇说了几个重点而已 有大概五个重点 武士奇就说 其实俄乌冲突是北约领导人的 反俄战争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 俄乌冲突已经摧毁了欧洲的经济 第三点呢 就是俄乌冲突已经推动了 世界权力中心向东方转移 第四点呢 有一些国家 比如类似土耳其 或者中东的国家 沙特阿拉伯 阿联邮等等 以至中国呢 现在呢 已经是重新 在那个 民友方面 部署方面 重新重置 那么 那最后一点呢 武士奇提到呢 就是说 对于以上的改变呢 就唯有 美国呢 民众呢 就完全是没有意识到 这些事情在发生中 或者其实基本上 他们不是不知道 美国的民众 可能真的 分开这么说 美国民众呢 可能真的不知道 因为它被美国政府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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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片了 就是可能信息方面 或者一个传媒的方面 BBC 这些传媒 就是掩饰了 所以美国民众不知道 可能是真的 但是美国政府 美国政客 不会不知道 只不过它是假裂不知道 这几点呢 就是 武士奇呢 就说了出来 现在世界 所谓那个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在发生的事 那么这几个趋势呢 都是 延续 是不能改变的了 那就是 最后也想说一说 俄罗斯的 外长拉夫罗夫 那拉夫罗夫近日表示 就是 在金村那个 国家领导人的会议上面 他有说到 就说 俄罗斯都欢迎 新成员加入 金村国家组织 就强调 金村国家组织 是智力建立 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 金村国家不想 成为新的霸权集体 而且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 发展经济和金融体系 进一步完善新开发银行 刚才我所说的 新开发银行的功能就是 资助很多国家的发展基建 另外 相关国家是提升外汇储备 和金融安全 金融安全 就是很多方面的 外汇储备分散风险 或者你和美元 或清界线 有一个隔离 不要这么依赖美元 这也是一个趋势 可以加快实施 每个国家本身的货币 的贸易结算 这个也是大趋势 正正就是金村国家 现在五国 很快我相信 金村就变了十几二十国了 因为十几个国家已经递了表申请 而加加在队尾中 有二三十个国家都在排队 想申请加入 将来这个大家已经预计到了 将来的影响力一定会大于G7 其实现在单单金砖五国 单单金砖五国 全球也是四分一 贸易的总额大概是占全球五分一左右 而将来如果加多十几二十个国家 就不得了了 很快占比就会很大了 可以说对全球的影响力 肯定很快就概括了 就是美国为首西方国家G7 这些欧美国家 事态发展就是这样 大趋势就是这样 百年的巨变 一直在进行 世界巨轮是绝对不可以改变的 我也希望美国为首西方国家 在明白究竟现在世界潮流的趋势是如何 就不要再刻意将它的美国霸权 再度延伸 因为相信都会是徒劳无功的 是它是阻止不了世界的发展 重新塑造世界和国际秩序 正正是一个大方向 大家好,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扶你订阅石楼台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都优化了视频课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都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也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的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